最近就有个案子 一个加拿大华语女歌手 她的母亲是哈尔滨的一个官员 然后因为腐败就坐牢 现在因为中纪委又发文章 发文痛词这件事 所以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这个案子我觉得是有点不群常 因为她妈妈是一个贪官 那么就是现在已经关了六年 就是说到这个案子怎么判 这些就下落不明 所以女儿就在海外 就六年也不回去就在加拿大 那么这个第一个呢 我觉得这个案子肯定是 这个背景是不简单 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 一个一个贪负案子 经济贪负案 可能牵涉了很复杂的一个 那个政商关系就是说官场 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很多内幕 因为天台甚广 所以就说怎么这个案子怎么审 怎么哪些判怎么判 然后要不要公开这些可能都牵涉 对牵涉很大 所以就至今六年 按道理讲说 按这个中国大陆的法律程序 也就是说一个人被抓了 如果关押一段时期 一个法庭的时间就应该 如果是不审的话就应该释放 现在居然会拖了六年 那么最近这个大家比较海外 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就是说 就中国大陆就批评 就说官方就说是裸官 这个现象我相信 这个不是一个过案 或者一个特殊案子 这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就是说中国大陆官场很普败 官商勾结 大量的官员贪污 他们贪污的时候 其实他们自己对这个政权 也没有信心 然后又怕有一天东昌司法 所以财产出问题 这一谈判有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说他们把自己家人 都送到海外去 然后把财产也转移到海外 所以就叫做裸官 这个不过是普遍的现象 可能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 现在这个案子有几观众 我相信有两个因素在里面 一个是国外的因素 一个是国内的因素 国外的因素就是因为 加拿大因为给中国 因为孟晚舟的事件 所以现在外交关系比较紧张 中国要求加拿大释放孟晚舟 然后还把两个加拿大在中国的人 他判刑他很重的行就像是人质一样的 那么现在这个贪官的那个女儿 在加拿大也很著名的歌手也很有名 可能他们这个中国官方对这件事情 在处理上就也有一种对 这个涉及到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想就是说中国现在中国的这个国际环境 和国内的经济状况都很不好 所以就有一个出现一个一个资金的一个问题 现在中央当然因为中央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很有钱的 但是呢就是很非常的缺那个外汇储币就是减少中 因为大量的官员他们就是不光是官员 还有这些中国的一些商人 他们这个就这几年来说 他们大量的把资金就说流流到海外 就说走资嘛他们叫走资本流出 这个现象很严重的 他们有很多各样的名目 把资金转移出去 就说中国的那个外汇储币嘛 就说大量的减少 很多是实际上通过这个香港跟澳门就这样子流出去 据说流出海外的资本什么有60%是通过港澳的 在目前中国经济很困难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他们要打击资本外流的话 可能这个案就这件案子里面其实是也涉及了这样一个背景 所以那个中纪委发文实际上是发出一个信号 就是说他们要粘成这种这种现象 其实据我知道就是说这几年他们其实已经严格的控制资本的外流 就我有个朋友他在那个广东有一个媒体上写一篇文章 以前他投稿好多次 以前那个资本因为那个稿费是很小一笔钱嘛 都直接转给他 现在一笔稿费都没办法转给他 按规定我们现在不能直接给他 只能给人民币 而且是要他提供一个国内的人民币的货稿 这样转过去 就说他们那种现在用很多方法来控制资金的外流 而且现在这个情况更严重 因为实际上大家知道中美之间的这种梦义冲突 尤其外交惡化 而且美国现在直接是把中国当成战略上的一个敌人 所以中国现在出现严重的资金的问题 尤其外汇储备的问题 甚至好像看到一个新闻 最近一个新闻就讲说 口可疑就是说用人民币作为一种外汇交易的货币 但这个很难了 甚至说看到说要香港来帮助中国实行这样一个情况 这样的货币如果人民币的话只能叫内循环用 不能作一个外贸用 所以他们现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想办法 就是要卡住资金外流的情况 中国的资金之所以外流 其实就跟我刚才讲的就是属于中国的官场的腐败 中国的官僚阶层结构 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官僚结构 我现在没有数据 所以有加上它是那种极权式的 就是权力不受制约 然后监督权也没有 没有新闻自由 所以腐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 他们那个贪腐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严重到就是说 一个就是说军队地方官员法院 什么所有阶层那些甚至小小一个村官 他们那个资金贪污的都是非常非常严重 那他们贪不了这个钱 他们当然不会强在中国 马上大量转移到海外去 所以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现在他们想到把这个东西来压住的话 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是力度很大 但是要全面的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不是靠你的什么中纪委 或者什么一个行政的 或者一个集权手法能解决的 根本上还是要用一种体制的改革 这个又涉及到政治改革 但中国现在是行不通的 所以他只能就是说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的在来解决这个问题 只能现在就说 就用一切行政手段来扛住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据说这个手段越来越年龄 所以现在好像觉得有些很多商人 很多官员 比如说你的你要洗钱 你要把资金流出去 还有人要走出去之类的 甚至现在很多商人 他们现在比禁止出国 一些官员的护照也被收起来了 所以最近加拿大 他的母亲之间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一个过案 有个比较典型过案 就是说明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 既反映到中国的腐败问题 也反映到中国的资金流的问题 经济的形势的惡化出来 你一看中国国内的那个网民的说法就看得清楚 他们就说那些贪官把钱转移出去 自己就有一个整个家出一个贪官 他在里面去坐拿会怎么样 甚至跳楼自杀这些 但是整个家出就在海外享受这笔财户 所以很多人就很痛恨这个现象 尤其现在习近平他们现在反腐反贪这个情况下 这个民间的这种情绪是很强烈的 我觉得它最重要还是一个关键就是说 这种现象反映了个资金外流 中国大陆现在要阻止资金外流 会比较把这些案子特别的看得非常的重 就是说你贪官人在中国大陆 然后你把大陆资金留到海外去 然后家人在海外就享受这些不义之财 而且是巨额的财产 他的女儿在外面很风光嘛 因为是歌手嘛 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这个反差很大 母亲在里面坐牢坐六年 女儿在外面成为著名的歌手 这个反差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凸显了就是中国的贪官 你想想他那个贪官好像是一个 哈尔滨的一个省级的一个下面的一个 但是估计他那个财产都是 据我看报道说上亿嘛 至少上亿 所以那个都是一些巨额的财产 不是说什么小贪 西方国家他们那些经常打的 那些官员都是一些小贪 占点小便宜 这个绝对不是巨额的财产出去 中国最初经济起飞的时候 这种腐败现象他是视而不见 因为他这个政权基础 就是要用这些人来巩固他 那现在为什么他要非常的正式呢 因为已经威胁了他政权本身的问题了 你大量的资金流出 你这些人自己对这个政权都没信心 把资金抽空 等于说掏空了这个国库 掏空了这个 所以直接威胁了 他就说一定要杀住这些人 杀住这个疯 而且这个案子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反差 比较有戏剧性的那种特性